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这个外国的英语四六级难倒了我们多少中华儿女 难倒了我们多少在校青年 今天我手持一份汉语四六级的考题 让外国人见识一下我们中国的博大精神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能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 汉语四级考题 请听第一题 大家都可以认真地思索一下 窗台上落了鸟屎 老师让小明 小明 去把鸟屎擦一下 小明说 我擦 问 小明到底擦没擦 有难度吧 请听第二题 由于地面非常方乱 老师跟小明说 小明去把地扫一下 小明说 我去 问小明到底去没去 请听第三题 有人问小明 小明这本书是小红的吧 借我看看 小明说 你大爷的 问 这本书到底是谁的 第四题 小红 小红问小明 小明今天上课用不用带笔啊 小明说 带毛笔啊 请问到底用不用带笔 如果要带 如果要带 请问带 什么笔 这还是四级的 请听六级考试 汉语六级考题 老师问小明 小明 吃早饭了吗 小明说 吃个蛋 问小明吃了什么 第二题 这是一道听力选择题 小邦说 你妹啊 老娘这个月 大姨妈还没来 丑死姐了 简直就是坑爹啊 请听选项 短门中谁最着急 A 小方她妹 B 小方她老娘 C 小方她姐 D 小方她爹 E 小方她大姨妈 F 小方 她大姨 G 小方本人 最后一个选项 小方的男朋友 小明 小方 大姨妈 大姨妈